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张之岛有一个专业的背锅侠 那就是善背 做张之岛家的善背真的好累 关键时刻要背锅跑路 声大通 董事长辞职 没有见不得人的声音 怕什么呀 对监管的人都敢轮耳刮着 散伏在上市公司眼里只怕是马役都算不上了 上市公司暴力抗发的背后 没有孙小果那样美艳绝伦的老娘 谁给他们肆意妄为的胆子 现在呀在A股肆意妄为的上市公司那是大有人在呀 此堆APP爆雷区 我的妈呀 最近出现了一批的问题上市公司 投资要向规避风险 在买入之前上此堆APP查一查 可以减少你的损失哦 中泰证券IPO关键时刻杀出陈耀金 投资令人最绝望的是产品到期无法对付 得知自己呀是唯一持有人 想起一个故事 一个炒股群啊有一百个人 真正的客户只有一个 其他呀都是骗子演戏的 这年约真是骗子太多 傻子不够用 茅台营销公司 周子宇真是个好游戏呀 上市公司想做业绩时 把给营销公司的批发价提高 想从营销公司多拿钱时 把批发价格做低就是 商业中不要相信个人信用保障 法律制度才能够将看不见的手关进笼子里 加水就跑的汽车老板庞青年 债务残身 记者啊围着庞青年 庞会不会在心里说 你们这些人啊跟我还真不是一个层次的 我研究的是怎么弄来四十亿 你们却在关心怎么让车加水跑一千公里 骗子的最高警戒是自己当真了 包商银行 周托管 大而不倒的明天系现在到了分崩利息的时候 那些曾经掩盖的问题 最终只能由国家结盘消化 包商银行只是好戏 刚刚开始 金融区杠杠的最高阶段 那就是把那些利益集团的提款机给取票 三家科创版企业IPO暂停 中介机构一直是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的帮凶 总能成功抽身 现在啊造假不再拘泥于几十万顶格的罚款 而是让你的所有客户都瘦到猪脸 没人敢与你做生意 让你在圈子里毫无利益之力 永不上市的娃哈哈开始谈上市 有的企业上市是为了融入资本市场快速发展 有的企业上市是为了圈钱套现走人 资本是贪婪的 只有控制住贪婪的欲望 上市公司才能摆脱提款机的利益 看来啊 哇哈哈 正确前路 师母冠军 被曝光 内幕交易 尊重市场不是放纵服来 现在各路资金疯狂表演已经超越了尊重的概念 他们简直就是把散户当草剑 玩弄于股掌之间 天使与恶魔就在一线之间 产地匹的恶果就是给自己挖地牢 那么师母冠军到底是怎样 内幕交易 割韭菜的呢 尺度APP排雷区 有人揭露了东京电子 专家的幕后操控指数 上尺度APP 除了可以让你找到投资机会 还能够让你规避风险 投资有问题 上尺度APP 投资有问题 上尺度APP 目前各大应用商店已经上线 搜索尺度就能找到我了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